现在我就教大家正确的护肤方法了 一步一步的啊 其实我已经拍了好几个了 今天再给大家拍一个 首先我们是洗完脸的哈姐妹们 然后用完美四抗他们家的洗面奶 就是洗完脸之后 你看停着一会儿我再护肤 也不紧绷 没有任何紧绷感 然后我们先用爽肤水 爽肤水的情况下 我都是这样拍上去的 你看我的皮肤是属于混干的 我的护肤做得很到位了 然后每天涂到脸上的时候 感觉这儿还有点遮遮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皮肤太缺水了 一到秋冬季节 我觉得每个人的皮肤都缺水 特别是我们偏北方的这些姐妹 我基本上都会在这个鼻子这个位置 再多涂一层 因为我这儿真的可爱感了 第二步啊姐妹们 要么都是眼霜 要么就是小金针 我个人是把小金针涂在眼霜之前的 因为小金针的这个淡微速度会更快 就是涂完爽分之后就拿小金针 哪里有纹涂哪里 像我这种脸上还没有开始长纹的姐妹 就是哪里快长纹的地方 就是说哪里会长纹涂哪里 你看像眼睛周围之后 这儿掰开挤一下 揉 先把这种几个 几个容易长纹的位置给它 给它完事之后 给它揉好了之后 再全脸涂啊姐妹们 千万不要让嘴角长了纹 嘴角长纹这儿长深了 这儿长深了情况下 就真的可嫌了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再用眼霜 眼霜稍微轻轻一捏 它能捏出一点来 然后这样 哎 右手给它推开 就然后就再这样给它按 然后姐妹们 你相信我 完美的小红笔眼霜 它真的很牛 因为完美的品牌方说了 他们家小红笔眼霜 在整个眼霜界敢称老二 没有人敢称老一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完美之所以能上市 就是因为眼霜跟抗老做得好 特别是有那个 有那个黑眼圈的 还有那个有眼袋的姐妹 还有眼纹的姐妹 一定要用小红笔 搭配小金针去用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全脸去揉 特别是额头的这个位置 真的揉完可管用了 现在是白天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涂防晒 有句话说的好 夏天涂防晒 因为夏天紫外线强 那么冬天涂防晒 冬天紫外线更强 因为冬天是天上一个太阳 地上一个太阳 像冬天下雪了 或者是说地上结冰了 它会折射出来那个太阳光 反射出来那太阳光啊 紫外线度数更大 一定要记住1年365天 每天都要涂防晒 大家也可以全网去搜一下 完美的小金钻 到底好用不好用 具好用 它是防晒隔离素颜霜 三合一 这个是早上起来的户户步骤 都已经完了 接下来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的皮肤干缺水 油的厉害 干的厉害 敏的厉害 就是皮肤有问题的姐妹 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厚涂面霜 也就是把刚才的防晒 换着厚涂面霜 厚涂一次面霜 比贴三片面膜都管用